唐吹宫四年,公元688年冬天, 一股肃杀的寒风从神都洛阳吹出, 只扑向所有礼堂皇族的封地。 寒风略过,则是一茶又一茶的礼堂宗室人头落地。 一群群男女老幼被驱赶上凄凉的流放之徒, 昔热的天皇贵宙和金枝玉燕,转眼间就凋零殆尽。 就像山路上任人彩探的野果一样,消失于在了泥土之中。 原本织繁叶茂的李唐皇族,也只剩下一条条寿国临选的枝药, 在武池民仅存的几个儿子,全部被诛杀殆尽。 当然还有唐高宗李治的几个数字。 上回说道,伯州刺势狼牙王李鬼,起兵反抗武则天的暴政, 然而他还没打出自己的地盘,就被人一刀砍下了脑袋。 而武则天派来评判的邱神机,则并不许认地就抵达到了伯州城。 伯州官员对邱神机的驾链欢呼雀跃,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,笑嘻嘻地把邱神机迎接到府衙坐地。 然而,邱神机的性质并不是太高,因为他这次出来不是旅游的,而是来立功的。 既然乱臣贼子已经被杀,那就只能捞点小鱼小虾回去情商。 于是就到半汉之时,邱神机大手一挥,跟随在旁的剑尾军便挥刀出销, 将手无寸铁的一周官吏及其家属全部砍杀。 伯州城内顿时失衡遍地血流成河, 据史书记载,伯州城里被杀的大小官里有一千余家,连太子都敢杀的人,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呢? 邱神机就这样拎着一大串头颅,得洋洋地回朝复命,旋即被卓胜为大将军。 就在李冲起兵的同时,他的老爹岳王李珍也在豫州举兵响应了。 午后随即命左豹韬大将军驱重一为中军大总管,宰相曾长倩为后军大总管,发兵十万直扑宇州。 当时,除了李珍父子仓促起兵之外,李唐诸王皆持官望太多,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 直到李冲败王,始丹立姑的李珍顿感绝望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自负到洛阳请罪。 然而在前往洛阳的路上,李珍遇到了新菜献令傅延庆。 这位老兄是李珍先前派出去招募侍族的亲信,对他十分忠心。 傅延庆告诉李珍,自己招募到了两千壮士,再加上李珍手下的数千人。 或许也可以和朝廷摆摆手腕。 于是李珍当即就打消了投降的念头,决定破釜陈州,与朝廷拼死一搏。 为了鼓舞士气,李珍还利用信息闭塞的优势,向部种宣称。 自己儿子李冲已经攻破魏州和向州,属下有二十万打军,很快就会前来回合。 随后,李珍在豫州各县强行征掉了五千兵力,将他们分为五营。 为了拉拢实力雄厚的汝南县城排手的,李珍不仅下令封他为大将军,还嫁给他了一个女儿。 与此同时,为售卖人心李珍又拼命封官,结果到最后,一支五千人的队伍,九瓶以上的官员就有五百多。 很显然,这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。 除了李珍自己,其他人全部是因为威胁和利益,才绑在他这辆破车上的。 尽管李珍竭尽所能,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。 可是随着朝廷的十万大军逼近,这位孤掌难免的亲王,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恐惧。 于是他连忙找来一帮和尚道士,天天念经作法,祈求神灵保佑大事成功,并发给将士们屁兵符,希望他们能够刀枪不入。 然而,这终究只是虚幻的慰藉,也许连李珍自己都不会相信,兵符可以刀枪不入。 屈崇玉的大军很快就兵临城下,李珍命少子李归和女婿陪守的出城迎战。 可这群乌合之众,根本不是朝廷军的对手,刚一接战便权限溃败。 失足不是死就是伤,剩下的也逃亡殆尽,只剩李归和陪守的仓皇逃回城中。 李珍惊慌失措之下,赶紧闭门自首。 而玉州的官吏和百姓,则纷纷出城投降。 万般无奈的李珍只好和妻子,儿子,儿媳,女儿,女婿全部自杀身亡,才结束了这场闹剧。 从起兵到自杀,李珍的兵变前后也不过才17天。 数日后,李珍的头颅就被传送到洛阳,与他儿子李冲的头颅,一起被悬挂在太初宫门前的棋杆上示众。 在李堂诸王人人争当苏头乌龟的时候,只有满腔热血的李珍父子嚷变而起,但结果却是悲壮而无奈的。 除了魏武后的祭坛,又献上了两颗新鲜的头颅之外,他们的抗争只能被视为一种堂壁挡车的无奈之举。 李珍父子的起兵,也终于让武后找到了一个全面消灭李堂宗室的借口。 他随即命监察御史苏小,父子审理宗室谋反案,首批目标就锁定了,威望最高的韩王李延家和鲁王李灵魁等人。 可令武后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亲自指定的这个主审官,竟然是个书呆子,根本没有或者是不愿领会他的意图。 他说找不到这二人与李珍父子串通谋反的证据,武则天差点被气笑了,你是真傻还是故意的。 这几个王爷暗中勾结,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,让你去找罪证,分明就是让你升官发财。 可你却辜负了老男的好意,看着这个一根金的书呆子,武后当即把俗相贬为何系监军,赶出了京城,随后他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大名鼎鼎的库里周兴,关键时刻,还是自己人靠得住。 周兴果然不负午后所望,二话不说就把韩王李远家,鲁王李灵魁,皇宫李传,高祖之女常乐公主悉数逮捕归案。 才审了几天,这几个李唐皇族的和线人物就全部死于狱中。 据说死因是畏罪自杀,而且自杀方式也出其的一致,都是悬梁自已。 随后,他们的亲党族人全部被诛杀。 仅李灵魁之子李矮因高密有功免于一死,并作为诱散其尝试。 此时的李矮一定在为自己当初的弃案投名之举,而庆幸不已。 因为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井上人头,而且头上还多出了一点无伤。 只可惜,他的井上人头也没有保留太久。 因为午后固然善于利用小人,可他更善于在利用完后便把他们一脚踢飞。 所以,高密这李矮的下场并不比其他人更为美妙。 他只比他父亲多活了几个月,过后便被库里随口栽了个罪名。 一刀给砍了。 然而属于李唐李申被捕下狱,稍后流放八周,行至中途而死。 同月,他的八个儿子东平王李旭等人相继被捉,家属流放岭南。 再处元年四月,书王李元明被废为庶人,稍后与儿子豫章王李胆相继被杀。 至此,高祖的二十二子和太宗的十四子已经无一幸存。 史称,元家修身,元鬼无短,元明高杰,灵魁炎者皆有封测之名,而无磐石之过。 武士之乱,或连锦背刑,奸臣善权,则束手为之。 其王本之百事也,不亦难护。 在屠鲁丸高祖和太宗的直戏子孙后,就该高宗李之恩。 永昌二年七月,高宗的两个数子则王李上金和许王李肃杰,就被诬告谋犯。 数日后,李肃杰就在洛阳城南的龙门椅被五号派出的库里一伤。 则王李上金听闻噩耗后,也很知趣地玄机自尽。 阿尔王死后,李上金的七个儿子全部被流放,最终死于边荒,仅有一子李群侥幸逃脱至岭南,隐姓埋名才总算保住了一命。 李肃杰的九个成年的儿子全部被杀,另外四个最年幼的儿子则被流放为州,长期监警。 八月,南安王李英等宗室十二人被杀,同月,顾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,也被他们的祖母午后派人鞭伤。 从垂拱四年八月起,截至天寿元年九月,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,午后以离停扫学之时,对李唐皇族极其倾倒,实施了一步又一步的清洗和屠杀。 他就像一只异常凶猛的燕子,几乎将花繁叶茂的李唐宗之着实净进。 当然,也有个别聪明乖巧的宗室之人,逃脱了这场劫难。 因为他已七十岁高龄的年纪,认了六十岁的午后为干妈,各位兄台,猜猜这个人是谁。